大家好 我是安娜 今天想再說一下胭脂和嘴 因為快要夏天 潮濕很容易出油 經常用粉狀的胭脂會很容易溶到一塊塊 所以我今次發掘了一隻 這隻是CE的唇膏筆 通常CE不是太多人會提到 但我發現它是很潤身的 看我塗出來 而且很想吃 很潤身 不只是唇膏筆才能做到胭脂的效果 其他坊間品牌 最重要是質地夠潤 容易推 好像這個 剛剛塗了一陣子 推也會推得均勻 絕對不可以用matte的質地去塗 因為用matte的質地很難推 容易一塊塊 很不自然 另外唇膏筆比較方便 就可以直接滑上去 另外如果你說有時塗上去很出色的唇膏筆 有一個方法就是可以加一些BB霜或麵粉底 然後在這裡畫一筆 旁邊畫一筆就可以了 然後將它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之後再印上去面珠的位置 就會容易控制一點 而且沒有那麼紅 因為一開始都會很怕塗得太紅 就會好像這樣淡淡的粉色 可以做到效果之外 但不會太誇張 這支會有這三種顏色 如果最左手邊這支會比較粉紅 真的很粉紅 中間那支是全橙色 沒有橙紅 即是橙色 右邊這個好像跟這支差不多 但其實這支會比較接近梅桂紅 即是比較暗一點就沒有那麼鮮 沒有那麼鮮 我一會兒會試這支上面給大家看 我用唇膏筆去畫胭脂的好處是 基本上你出去都不會畫疊 比起粉紅的胭脂 會不會更加持久 所以容易出油的人用這支 尤其是夏天那麼潮濕 就會很適合 每個都會試我 ghetto 你打分給大家看 Para 蘿莉乾 你打個山洞 在一起打這個 在一起打開 我會試過 那些心裳 嗎 我會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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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